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家看什麼影機 都是最近這一個月看完的影機 那其實我平常收拾的習慣就蠻廣的 那我今天介紹的範圍也蠻廣的 就從喜劇到劇情片或是美劇韓劇這些裡面其實都會提到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是電影 那是小婦人LITTLE WOMAN 它是2019年就是新翻拍的 然後最主要看這部的原因是因為Emma Watson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超級的哈利波特迷 所以如果有任何主角演的戲我幾乎都會去看 這部是2019年出的電影 那為什麼我拖了這麼久才看 是因為我看了預告我就覺得 跟我之前看的小婦人應該都差不多 可是看了之後我就覺得這個導演跟美術吧 就是都很用心的在製作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時間軸是有互相穿插的 就是七年前七年後 然後導演演員在詮釋這部電影的時候 是以截然不同的風貌去呈現七年前跟七年後 然後在色彩的鮮明度就是對比 七年前就是以比較暖色調為主 然後七年後就是以比較冷色調為主 然後角色詮釋的方式我覺得也很不錯 就是在描述一些現代女性的觀點 我覺得比較美中不足的一點就是 她最後面的劇情感情線結尾的比較草率一點 可能前面花了很久的時間在鋪陳某一些故事 可是最後就衝衝結束掉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這部電影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再來第二部要推薦的是影集 這部影集的名稱是 The Crown 王冠 The Crown 是以英國女皇 伊莉莎白二世的真實事件 還有所發生的事情去撰寫這個劇本 然後拍攝出來的 除了劇情很寫實之外 在她的服裝啊 或是道具啊 場地都會感覺 讓你真的勝利其境在英國那個世紀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她劇組還蠻用心的 然後我覺得不錯的一點就是 你可以看這部劇 然後每一個事件去了解歷史 王冠目前出了四季 然後我目前是看到第二季的 好像後面第九集吧 然後第四季是在今年11月15號出來的 然後第四季我也蠻期待的 因為她我有看預告 她裡面的內容有提到 就是戴安娜王妃 戴妃是一個我蠻喜歡蠻欣賞的女性 那第三部我要介紹的是影集 是後裔器兵 後裔器兵最近很紅 應該在臉書啊 還是在IG上面都可以看到 她的一些相關報導 或者是一些語錄之類的 那我也是看了網路上的推薦說很好看之後 我就去把它看完 然後是一口氣就直接把七集一次看完 她總共出了一季 這部劇是在講一個女生 她叫Beth 然後她是一個西洋期的天才神童 有描述她一些生長背景啊 或是從小到大一些心境的轉折 我覺得是蠻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目前的話 是第一季全部拍完了嗎 總共有七集 我覺得是不需要再去拍第二季的 因為我覺得她第一季最後的結尾 是有一點開放性的結尾 讓觀眾可以自由發揮的想像 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再拍第二季的話 我覺得 就可能沒有第一季這麼好看 因為她故事線幾乎都講完了 所以我覺得好 就就是收在那裡就好 就停住 然後停在第一季就好了 再來第四部 我要推薦的是韓國的網路短劇 然後這部短劇叫 2020 2020是由Playlist 就是這一個平台推出的 那裡面的內容很多都圍繞在 2020年啊 或者是20歲 然後是以20歲這個背景 大學生的背景 去描述的這些故事 這部劇除了有很傳統那種 男女愛情的感情線之外 還加了一些親子感情的一些劇情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還不錯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這部劇是短劇嘛 它有20集 然後一集的話是20分鐘 你可能吃飯時間 或是通勤時間 20分鐘一下就過了 然後一下就看完了 所以這部劇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下 再來第五部 我最近看的劇是 少年謝爾頓 這部劇是 就是生活大爆炸的延續 就是裡面有一個演員叫謝爾頓 然後在講他年輕的時候的故事 就是小時候的故事 這部劇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喜劇 我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也是短短的 一集只有20分鐘 這部劇是2017年出的 然後目前全部出完了有3季 然後第四季 目前正在播 然後第四季的話 我昨天把第一集 跟第二集看完了 還有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 是我看其他採訪才知道的 這部劇 Young Shelton 裡面的男主角 Shelton就是長大版 就是Big Ben裡面那個 Shelton的 輕生的姿姿 長大版的那個 Shelton 舅舅吧 他有問他的姿姿說 你要不要演這一部劇 是你可以試試看 沒想到他真的答應 而且我覺得他的 演技還不錯 所以我就是演那種小孩 然後很高傲 自大 我覺得他演得很好 我記得之前在補習班的時候 就我補托福的時候 補習班老師都會說 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一些 英文的影集 或是電影 去培養你聽的語感 然後老師通常都會推薦 Big Ben 生活大爆炸 或者是 Friends 六人星 可是這兩部 我覺得 我不知道耶 就是我覺得可能年代有一點點糾原 就是對於我來說 沒有touch到我 可是 Young Shelton 我覺得可以輕鬆的把它看完 就是跟前面兩部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是好看的 可以推薦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比較一下 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那最後一部我要推薦的是 韓國綜藝 就是韓中 那我要推薦的是 第六感 那這一部綜藝節目是今年出來的 好像八月還是九月初的 然後現在第一季已經全部完結了 我一開始好像是在臉書上面 看到第六感的節目片段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而且最近Jesse不是很紅嗎 我就很想要看Jesse跟那個 劉大神 劉在喜他們兩個的互動 想說除了Running Man之外 在這一部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想說就去看第一集 然後我覺得他的內容蠻有趣的 第六感這部綜藝節目是在講說 節目組會製作三個假的東西 可能是三個假的餐廳 或是三個假的公司 要主持人他們去猜說 這三個東西哪一個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節目組真的蠻厲害 他們可以真的製作出假的 全部假的餐廳 或是全部假的什麼東西 然後讓你去猜 讓觀眾跟主持人一起去猜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第六感裡面的主持人有 剛剛講的劉在喜 還有Jesse 還有烏娜拉 全少民跟李美珠 裡面有主持人啊演員啊 或者是歌手 我覺得主持人之間的火花 互動都蠻好笑的 然後這部劇的話第一季是已經拍完了 他總共有八集 然後第二季應該之後會再出 所以我蠻期待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上網找一下 那最後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任何想要討論的 或是要推薦我任何好看的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喔 掰掰